今天這期影片會介紹一款AI匯讀工具 Me Journey 你可以輸入你的文字 然後這AI就會根據你的要求 去生成大事極的畫作 看了這期影片之後 你會感嘆現在的AI技術真的太強了 Hi 我是 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 YouTube頻道運營、流量變現 以及網路穿越的內容 我每週都會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倒記得訂閱我頻道 先來到了Me Journey的網站 Me Journey主要是分為兩個部分 它的匯讀平台是Discord Discord是一個在線聊天的平台 然後這Me Journey官網是可以讓你進行 瀏覽其他人的畫作 還有你自己的畫作的 如果你還沒有註冊過帳戶 你可以點進這個Journey的Beta 如果你已經註冊過帳戶 你可以點進這個Sign In 第三個選項就是Getting Started 這裡會讓你了解更多關於 Me Journey的信息 還有它使用方法 第四個選項就是Community Showcase 這裡可以讓你看到其他人做的畫作 你可以選擇不同選項 你可以選擇最新的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這個Top 就最有人氣的畫作 都是可以選擇的 很多時候 當你想要註冊新帳戶的時候 會跳出這個畫面 解決方法就是 你需要關閉這個窗口 然後再刷新這個首頁 然後再點擊這個Journey的Beta 像我成功進入到了註冊頁面 首先需要你輸入一個用戶名 然後這裡選擇Continue繼續 然後就需要你填錄你的生日 之後你需要輸入你的郵箱還有密碼 然後它會發一個Email 你需要驗證這個Email 像我成功進入到了Discord的界面 我們首先需要選擇這個Me Journey 像我進入到了Discord的界面 這裡會有很多個頻道 我們需要選擇帶有Newbeats開頭的 這後面的數字你不用管 只要有Newbeats開頭的就可以 例如說我選這個 在這裡面你也可以瀏覽一下其他人的畫作 接下來我教大家如何輸入指令 這下面有個新輸入框 你首先需要按一個斜槓 這裡面就會跳出更多的選項 首先我們需要做出一個設計 選這個Settings 然後按回車 這裡面就可以讓你做出一些設計 你首先需要保證它現在版本是Version 4 是最新的版本 最新版本能夠提供畫作有更多細節 所以這是要必選的 然後其他就是看你想要什麼樣的質量 一般都會選擇基本質量 如果電腦比較好 你可以選擇高質量 然後就是風格 低級的風格 中等的風格 高級的風格 這主要是讓大家設置好Version 4 最新的版本 這樣製作出來的圖會更好看 接下來就是要輸入具體的信息了 在你輸入信息的時候 Midjourney的官網提供這些幫助 比如說你可以考慮一下提示詞的長度 你可以使用非常簡單的詞 去讓Midjourney去藏著圖像 如果想更加具體的話 你就要加入更多細節 比如大家很常用的結構就是 你可以首先輸入主題 來加入風格 例如畫風等等 最後就是加入顏色 光線等等 去不斷的增加更深的細節 然後你要注重語法 因為它是英文的 但是這裡它有提到 提示詞不是越長越好的 要專注於你創建的主要概念 因為Midjourney它是個機器人 它不會像人類一樣去理解語法 所以你每個單詞的選擇非常重要 在許多情況下 更具體的同一詞效果會更好 然後就是 專注於你想要的 最好描述你想要什麼 而不是你不想要什麼 比如說你要求是 舉辦沒有蛋糕的派對 那麼你的圖片可能就會包含一個蛋糕 接下來它會提供一些細節 例如說關於主題 你想要人、動物、其他人物、地點、物體等等 還有就是媒介 你想要在照片裡面、繪畫裡面、插圖裡面、雕塑裡面 還有就是環境 是室內、室外、在太空上、月球上 還有就是它照明是柔和的、在環境裡面的、陰天的、霓虹燈的 這些細節你都可以告訴米Journey 從而讓你畫作變得更加精細 這裡我還找到一個網站 如果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不知道輸入什麼樣的提示詞 你可以來到這個網站上面 這裡面有很多米Journey畫出來的畫作 然後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畫作風格 當我打開這圖片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張圖片的描述 但是這裡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V3的版本 而現在我們使用的是V4的版本 所以有些數據需要做修改 待會我會告訴大家哪些東西需要做修改 我可以選擇這個Copy 像我回到了Discord的介面 在我們輸入提示詞之前 需要按住斜杠 然後選擇這個Image 然後再黏貼我們剛才負責提示詞 這部可以看到有一個AR9-16 這個就是圖片的長環筆 我們需要做修改 原因就是現在是V4的版本 它現在只能支持的是1-2 2-1的比例 或者是2-3 3-2的比例 所以並不支持9-16 16-9的比例 然後它默認的綜合比是1-1 這裡可以看到1-1就是這樣的比例 2-3是這樣的 3-2是這樣的 所以需要修改成AR2-3 然後就可以輸入了 這裡就提示到有錯誤 因為V4的版本 它的Style只能是0-1000 所以需要重新輸入 還贊助-image 複製 修改一下 長環筆修改好了 Style變成1000 再次輸入 這裡有告訴我們 由於是我們第一次操作 我們首先需要接受它的條款 選擇ACCEPT 現在就接受了 現在就可以看到 Me Journey就在根據我輸入提示詞 再進行創作 這也是它的進度 現在可以看到已經完成了 最後畫出來的畫作是這樣的 可以看一下中文的翻譯 我的提示詞是什麼意思 一張8K的超現實大天使的照片 有6個翅膀 它是全身像 然後有複雜的紫色還有藍色的霓紅燈盔甲 它是比較華麗的 有電影叫明 是在藝術上比較流行的 4K像素 超現實的 專注的 高細節的 虛擬引擎 然後是電影感的 隨時可以看到 Me Journey就能夠非常詳細的 根據我的描述 去畫出我想要的畫作 大家看到這裡 是不是覺得 Me Journey這AI工具 非常強大呢 如果你覺得 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能為這部影片 點個贊 感謝你的支持 然後在底下 你可以看到 有這麼一些數字 首先上面就是 U1 U2 U3 U4 這些數字就代表著 第一個圖片 第二個圖片 第三張圖片 第四張圖片 U的英文就是 upscale 就是把這張圖放更大 加入更多細節 比如說我喜歡第三張照片 然後讓Me Journey 去不進行擴大 去加入更多細節 然後底下一排 如果選擇V1就是 我喜歡第一張圖的設計走向 我讓Me Journey 按照這個走向 去做出另外一個版本 然後這裡有個選項就是 刷新 這就代表著 我都不喜歡 我讓Me Journey 重新再做四張圖片 例如說我選刷新 現在Me Journey 再重新塑造新的畫作 現在它已經做好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又是全新的版本了 比如說我喜歡第一張 我會選U1 讓進行擴大 加入更多細節 像Me Journey 就給剛才設計 加入更多細節 我們可以打開看一下 總理感覺還是非常不錯的 如果下載圖片 你可以點這個 Open Browser 然後右擊 選這個 保存圖片 關於Me Journey 它可以讓你免費的 製作25張圖 超過25張之後 你就需要付費了 基本計畫是 10美金一個月 可以讓你製作200張圖 之後的更高級計畫都是沒有限制的 除了Me Journey 有這個AI繪圖功能之外 Canva也有這樣的功能 你可以去看這期影片 你可以去比較一下 哪個工具畫出來的畫作更好看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你能為這部影片 點個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能夠好友 更多互動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